我在这里 报恩老鼠 别跑 别跑 小老鼠 哈哈 终于抓到你了 草原上一只狮子抓到了一只小老鼠 他正准备将小老鼠吞进肚子里时 小老鼠放声大哭地说 求求你 狮子大王 求你放了我吧 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啊 你这么小一只能帮我什么呢 狮子不相信老鼠的话 但还是心软地放他走了 哎呀呀 算了算了 你那么小还不够我塞牙缝呢 你走吧 真的吗 太感谢你了 我一定会报恩的 你这么小一只能为我做什么呢 哎呀 哈哈哈哈 可是果真有一天 狮子不小心一脚踩到猎人射下的陷阱里 狮子一下子就被网绳吊在半空中 他非常愤怒 用尽全身的力气挣扎 并着急地大吼着 放开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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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时老鼠 这时老鼠远远听到了狮子的呼叫声 就立刻飞快地赶去救他 啊 是狮子的声音 他一定有麻烦了 我要赶快去救他 于是小老鼠从树枝上一路爬上网绳 他用尖锐的牙齿咬断绳索 让狮子逃出陷阱 太感谢你了 小老鼠 不客气 我说过要向您报恩的 这时狮子低头惭愧地说 小老鼠 真的很对不起 我不应该因为你个子小就看轻你 请你原谅我 不 不 不 你别这么说 我才要谢谢你那天放了我 哎呀 别说了 你这么说我才是惭愧呢 那么我可以向您请求 当我的好朋友吗 当然呀 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呀 小朋友 这个故事让我们学习到 不要以貌取人 像故事中的小老鼠 虽然外表看起来小只 但他却在狮子遇到困难时 顺利地让狮子逃出陷阱 小小一只的老鼠 他的优点就是运用智慧 把狮子救出来 在生活中看起来 微不足道的人 事 物 都是有他的优点哦 未来有可能都是对我们最有帮助的哦 别忘了订阅 富德超人的YouTube 和粉丝专页哦 我们下次见啰